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国民党屏东县党部办理年底基层选举初选领表及登记作业,依照党中央规定要求每位预争取参选县议员及乡镇市长提名资格的党员,在领表时先缴5万元,登记时还要再缴40万元,引起不少反弹,认为负担太重,担心会产生托党参选效应。 县党部书记长审视玉表示,领表时应缴纳5万元登记费,不退还,登记时需缴纳20万元保证金及20万元选务作业费,若登记参选党员不违纪,保证金会退还,若同一选区经协调产生人选,为启动初选机制,选务作业费可退还15万元,5万元作为日后文宣费。 部分参选党员认为争取提名的代价过于昂贵,领个表就要5万元,且不退还,以前只要公本费100元,涨价幅度未免太离谱,连同登记共要缴交45万元,负担如此省重。 党中央难道不担心会印发托党参选效应,制造更多分裂。 现党部主委廖宛如表示,连日来为了领表及登记费用问题,确实接到不少参选同志抱怨,党中央的用意是希望参选党员能慎重做决定,而且登记佼佼的保证金等多数费用并非不会退还,盼党内同志能供提时间。 现党部公告2月6日至8日领表2月21日至23日受理登记,作业时间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